对此县府是表示 救灾是全面性的 台风过后在第一时间就成立复原小组 指挥各单位全力投入救灾 截至目前为止 县府总共协调国军动员300多名人力 协助农民清理果园 面积超过50公顷 并没有重头万轻农民 这个军力也在这一次全力的配合 那包括这一次对于我们这三天的清源 大概已经把所有的兵力 大概用了329人 那整个的面积已经 清源的面积也达到了50公顷 那整个社会的农民 目前也有将近65位 那整个在整个清源里面 有5个公所都配合来办理 有果树的公所 包括山芯 包括圆山 包括东山 包括壮围 包括头城 所以这一次在这三天内 已经几乎把所有我们该清源的 那个果树的清源 已经都大致的有清理完成 一旦新闻记者赖福新 曾经报道